小的这种 有的球弧线就比较低 旋转超强的勾手发球 首先就是你的握趴 就要稍微的这样勾着一点 纸板呢就是你把你整个拍子 我们这个拍子的这个正面 就对着自己 大家要尽量的 起手稍微低一点 你这样有一个距离以后 你才能向上的去一个这个摩擦 发过去这个弧线 又低这个球有狗 就是你这个手腕幅度不用特别的大 手腕就一点点 就这个小抖动就可以了 小的这种抖动 球图线就比较低 这样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引拍要低一点 带一点手腕直接斜着向上 在刚才这个基础上 可以稍微加的速度 只要这样 稍微加的速度 主要把这个动作做快一点 你练这个发球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你就光是把这个球推得很快 这样过去呢 对方接的话 它不会接出去 因为这个球只是速度快 它没有旋转 我如果这样去推它 稍微让点位置 它是能接到球的 因为这个球它没有那种旋转 它只是速度快 但是因为我加上手腕 又转又快 在引拍的时候 尽量把你的手往下放一点 跟这个球产生一个球高 你手低的这个情况 你只要往上去接球去使劲 这个球就有一个强烈的上选 总结一下 撥拍时手要勾住 零拍时尽量往下一点 击球时手腕抖动幅度不要过的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